哈喽大家好我是梅姐 大家也都知道 咱家岳岳上幼儿园中班了 说话还一直都不清楚 上次我们带她去过一次医院 结果由于我疏火挂错了号 白跑了一趟 今天我又挂了号 老苗已经带着岳岳去医院了 为啥今天我没去医院呢 因为今天新的泰拳社团要开家长会 老苗这家伙他不乐意去开家长会 看过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 老苗为啥不乐意去 好了 现在开家长会的时间到了 我要赶紧出发了 等会儿给你们看看 星星打泰拳的地方 因为我这里就说 我说有个问题 星星大学会 建立一个见面会 请我们的知名的教练 来讲一讲这个项目 开完会了 开完会了 本来以为星星今天会打泰拳 结果没有 现在刚好到放学时间点了 我得去接星星放学 爸爸 妈妈妈妈妈 爸爸为什么没有来接我 妹妹她不是说话不清楚吗 今天我挂了号 让爸爸带妹妹去医院再去查一查 希望没有 也不知道老苗带月月去医院回来了没有 希望他今天检查的结果是好的 走了 我们先回家 回家看爸爸回来了没有 怎么样呀 我回来了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没啥事 要去那个复幼什么医院再去检查 我们今天挂的号是三次以下了 然后说做了简单的测试说没啥事 具体的还要去复幼呢去看 今天算是白火烫 不过今天我们吃了几根炸香蕉 老爸 我听你说吃了一根美味无比 你还说吃炸香蕉 你妹妹说她能吃两根炸香蕉 我点了三根炸香蕉 然后你妹妹她吃了半根 我吃了两根半 吃得我想吐 我们今天还吃了一个那个 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饼 我知道 鸡柳卷饼 哎呀很美 你故意尝尝吧你 好了好了就这样嘛 老苗就是这个样子 自己吃就吃了呗 他非得回来尝心心